提高 那么其实刚刚一位女士她则找嘛 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宣传 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 在主流的媒体上宣传我们华人 提高我们的形象 我们有任何的成就 我们要说出来 这样子大家才能对我们华人的力量相看 直接坚持一下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维权 一旦我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我们要站出来 那么这个是要一个团体的力量 而且是要一个长期的力量 我知道那个针灸协会这件事情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 怎么回事 就是州里面立法 在2011年的时候通过一个法律 让那个物理治疗师 也可以做针灸 干针 只要学50个小时就行了 其实根本就是错误 她怎么样得逞的呢 她就是通过议员提个提案 提案了以后呢 我们作为公听会 没有人反对 通过了 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啊 其实还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去做 不知道你要去找哪个议员 不知道哪里去听证会 不知道怎么样写信发 要去抗议 你这一套你都不懂 那么你要懂怎么样呢 就是你要学习 而且你要投入 你要去留关系啊 对不对 你不投入没有关系 到时你出事情 人家凭什么帮你啊 我发了帖子说嘛 平时不烧像 零时抱佛脚 佛会都要听你了 所以你这里面一定要投入 要有关系 才能够把事情做成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可以做的很多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这个组织 成立起来 把大家有爱心的 一起来做这件事 你一直说的确实好 清楚的不得了 对吧 这个回去今天晚上呢 就到此结束 回去之后呢 就是要大量的发信息 我们还是欢迎更多的 这个有乐性的人士 参与这个 我们这个属于 名字还没去好 还没去 上去这个公益活动吧 就是目前叫做公益活动 好了 华人的一个公益活动 我们做的事情很多 从这个 跟政府打交道也好 生活上也好 做生意也好 各种包容万象 我们这个 管先生说了 就是去做 把它做好 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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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